如果要选一个Mac里最难用的原生APP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把票投给iTunes iTunes主要是个音乐管理软件 不过需要比较高的学习成本 才能管理好iTunes音乐库 很多人在初次使用的时候会一脸茫然 搞不懂为什么不能直接把音乐拖拽到手机里 而是要同步资料库 在音乐流媒体虚掘网络的今天 本地音乐资料库的重要性已经逐渐被淡化 会用的人可以说是越来越少了 一同被淡化的还有iTunes里两个很棒的功能 播客和iTunesU 播客里有非常多制作精良的音频和视频节目 现在你看到的这个界面可能觉得没多震撼 但是如果你在五年前互联网自媒体 仍未发力的时候进入播客 就已经是你眼前的这种生态了 可惜一直不闻不祸 如果当初苹果能给播客更好的曝光 也不至于如此边缘化 另外一个iTunesU 集合了全球各种网络课程资源 和教学类APP推荐 其中包括不少名校的网络课 知识永远不会过失 不过面对密门妈妈的英文内容 英文不好的小伙伴 可以先从语言学习的课程开始看起 Mac上播客和iTunesU 并没有单独的程序界面 都是iTunes里面的功能 而大部分人对iTunes课版的印象 就是不好用 打开率很低 所以播客和iTunesU 虽然是跟着一起倒霉了 据说最新版的MacOS系统 会把播客单独拆分 给它更多的生存空间 我们绝大多数人使用iTunes 其实和音乐无关 iTunes还有给iPhone iPad备份资料 恢复资料的用途 iTunes的备份可以说非常强大 强大到什么程度呢 恢复完成后 如果机型是一样的 你根本分不出来 哪一台是旧的 哪一台是新手机 所有的APP排列和里面的资料都在 比如照片啊 短信啊 微信才能记录等等都有 不过iTunes备份有几个痛点 一直没有解决 第一必须要连线才能备份 这个很好理解 因为手机不会经常 连接到电脑的iTunes上 备份文件不够新 万一手机损坏丢失 备份文件又是旧的 那会造成资料的丢失 第二呢 备份文件很大 占硬盘 比如一个128G的iPhone 如果装满了 备份到电脑上 要占最少50G的容量 这些备份文件呢 大部分人又不知道如何转移 即使你转移了 后续增量备份的时候 也会很麻烦 第三 只能记录最新的备份状态 如果误删了一些重要的资料 同时又覆盖了老的备份 那就算恢复备份 也找不回来那些资料了 iTunes里的备份 只能有一份 第四 无法查看备份的内容 很多时候备份和归档 是一回事 既然有了备份文件 对于一些 不是经常需要查看的资料 就可以在手机上删除了 但是iTunes里 想要通过备份来查看 已经在手机里面 删除的资料是不现实的 必须把整个备份 重新恢复到手机里 这样备份 就失去了归档的意义 既然有了这些痛点 就自然有解决方案 一个叫做Amazing的软件 可以轻松地解决这些问题 简单来说 它把我们iTunes里面 用的最多的 iOS设备 备份恢复的功能 单独拿出来 做成了一个APP 不再被iTunes的操作界面 和逻辑所束缚 看起来直观清爽 通过Amazing 你可以把任何文件 拖动到iPhone里 它会自动识别 可以支持的APP 点击确定以后 就传输完成 而如果你使用iTunes的话 每次点击同步 都要担心 自己的资料 会不会被抹掉 只剩下传进去的 那一个文件 再来看看 最重要的备份内容 第一 Mac版本的iMazing 可以局域网 无线备份 这样的话 你的备份内容 就能无缝衔接 基本上 每天你使用电脑的时候 iOS设备内容 就开始自动备份了 第二 它不仅能自动保存备份 还拥有备份存档 保证每一次备份 都不会被覆盖 避免了重要资料误删 然后覆盖了备份 导致无法找回的悲剧 第三 除了选择内部磁盘 你还可以选择 移动仪盘或者NAS 来存储备份的数据 这样就再也不用担心 电脑的存储空间 被备份文件占用了 做好了备份之后 这个iMazing 就相当于是一个 iOS设备的小资料库 非常多的备份数据 比如照片啊 背包录啊 短信的都可以 离线查看 其实手机不在旁边 也能找到很多 手机里的资料 iMazing可以很好的 备份管理 查看你的iOS设备 同时不需要 理睬iTunes特有的 同步功能 轻松的把图片 歌曲文件导入到 或者导出到 iOS设备 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功能 这里就不一一罗列了 每个人的生活 都和手机捆绑 手机里的资料 比如照片 来线记录等等 都是我们存在于 这个世界的证据和回忆 其价值远远大于手机本身 我们无法保证 手机永远都不损坏 或者丢失 但是我们可以 提前把数据备份好 达到某种程度上的 有备无坏 iMazing是一个收费软件 如果你认同 备份的价值 那么我把这个软件 强烈的推荐给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